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杜钢斯贝电视为您带来的最新一期Liprate版本行业要文播报 新加坡交易所昨日宣布 将会使用纳斯达克的技术升级其衍生品交易和清算平台 该升级后的平台将能够确保新交所 在所提供新产品以及服务方面的灵活性 以及创新性得到加强 行业标准接入协议 丰富的自定义功能以及改进后的直通式处理技术 将会带来显著的交易提升 中国将允许人民币与三个货币 马来西亚林吉特 俄罗斯卢布以及纽元和调期交易 以减少新兴市场波动加剧情况下的外汇风险 国有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和iCAP的合资企业 将开始这样的合约交易 这也会扩大人民币对银行同业外汇市场的 11种调期交易 新的合约交易表明 中国在试图扩大人民币国际化交易 俄罗斯外汇行业目前拥有的自身的国家法律 这将于2015年1月1日开始生效 该法律规定 所有希望在俄罗斯继续提供外汇业务服务的经纪商 需在2016年1月1日之前获得许可证 目前该法律已经获得普京总统的签署 交易者现在能够将与外汇经纪商的纠纷诉诸法庭 同时外汇商在宣传其产品服务 以及技术设备和软件时 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新标准 本次播报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再见